粗心的父亲说要和儿子玩躲猫猫 没想到就当儿子躲起来藏好后 父亲却接到一个电话直接出门了 把刚才儿子和他捉迷藏的事情忘了一干二净 此时儿子还傻傻地躲在窗帘后等父亲找他 哪知几个小时父亲回来 累得直接在沙发上睡起了大觉 气人的是 等他睡醒后依然没想起来儿子还在和他捉迷藏 一眨眼五年过去了 儿子还藏在窗帘后面等父亲找他 只见父亲都打算搬家离开了 还丝毫没察觉到儿子还在和他捉迷藏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批批的住户也接连搬到了这里 直到有一天 一条旺财似乎发现了他 对着窗帘就是一顿狂叫 但粗心房主却没察觉到异常 又过了五年 男孩已经长大成人 而房子的主人也是换了一批又一批 遗憾的是没有一人注意到窗帘后面有个人 一转眼男孩就变成了长满胡子的大叔 他依然在苦苦等待着父亲来找他 然而父亲没等来 进来的却是两个流浪汉来家里取暖 时间又过了几十年 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老大爷 他依然没有等来自己的父亲 等来的却是一辆拆迁队的挖掘机 直到这时他再也忍受不住 就算房子被拆得只剩一脚 他依然不肯从窗帘后面出来 不得不说 如果家里要是有个这样的粗心父亲 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男人每次过个马路都得花半个小时 别人用腿走路 而他用的却是身子 因为他妻子怀疑他有心理疾病 给他找了一位医生上门诊断 医生说他的手指只要移动 从此之后他就变成一条蛇了 没想到在医生的催眠下 被催眠的男人真把自己 当成了一条眼睛蛇 然而事后医生却接了一个电话 再也没有回来 完全忘记了把男人恢复过来的事情 妻子以为丈夫这事 患上了精神疾病并没多想 因此男人便忘记了 腿长在身上的事情 就这样 他做任何事情 都是用身子在地上移动 就连在售货机买个饮料 他也不用手 而是用自己的鼻子 吃东西时也是养着脖子 像蛇一样往肚子里演 这天他来外面参加一场综艺节目 等到抢答的时候 他依然忘记了自己有手 直接用鼻子按下了请他 然而就算是他变成了这样 他也没有忘记开车出行 但结果却撞到大树差点被撞死 幸幸的是他在危险时还记得逃命 经历了这件事后 妻子为了丈夫的生命安危 竟然把他放进了家里的玻璃柜中 像一条蛇一样的供养了起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始有终 做得有心愿 看似一个不起眼的疏忽大义 就有可能酿成意想不到的悲剧 不得不说这个医生真不靠谱 女人只是吞下了一颗减肥药丸 没想到下一秒药丸就出现在了一条马路上 紧接着一名交警就从药丸中破壳而出 看到前方驶来一辆越野车 交警二话不说就将其拦了下来 然后一言不合就要检查他的后备箱 看着他后备箱里全是肥美的五花肉 交警立马就说他违反规定 因为这条从嘴巴到肚子的公路现在由他掌管 就在两人在马路上纠缠不休止 又一辆摩托车行驶过来 交警再次吹响口哨示意停下 说什么都不让他走这条通往肚子的 因为摩托车里都是有 只要油油的东西都进不去 听到油油的车子都进不去 两司机直接破口大骂 没想到下一秒交警就擦了擦对方的脸 说他脸上都是油更不能进了 两司机还表示不服 询认谁规定的这条路不能走 下一秒交警就让两人往天上看 直到这时 两司机才意识到这回只能认在了 原来他们这是遇见了硬茬子 感谢观看